好我们最后对课程做一个总结吧 整个课程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课程的内容也比较多 然后大家可能看到现在呢 也可能是花了比较大量力气 然后我弄到现在呢 我也花了比较大量力气 所以说我们一块总结一下 看看我们都敢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分为这么几部分 回顾技术方案设计 就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开始做的技术方案设计是怎么样 然后呢回顾开发的功能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做了哪些功能的开发 这也是我们课程一开始的 从一开始到慢慢开发的一个套路 对吧 最后呢我们是总结一下 课程最佳实践 也就是说正好契合我们这个课程的主题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产出是什么 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 产出并不是说你真正去做出了一个 微博的一个系统 对吧 虽然说我们这个微博的系统 也不是那么的完善 也不 那肯定不能做的像人家新浪微博一样那么好 毕竟人家开发人员有好几百上千的 对吧 我们就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产出的是什么 产出的我觉得最好的总结 就是我们产出一个动作解释开发网站 或者开发送的那个最佳实践 也是说最好的一个套路 这个微博的系统呢 我们只是一个形式的上的一个东西 这个最佳实践 或者说这个套路 才是我们真正转化为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就一条条说 就是说这个图 我都不记得我们现在在看的是第几遍了 总之这些地方呢 其实我到现在讲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了 因为之前已经那个招道过很多遍了 大家应该也都记住了 我们就按着回顾一下吧 前面就是用户请用户防卫嘛 对吧 页面是用1.s模板去实现的 它的路由呢 是在这个ROOS API Vue里面 然后一下API 像什么点击注册 点击登录啊 像点击关注啊 像接待更多啊 这些API 通过ROOS这个API里面实现的 然后ROOS这层面呢 还有个教验 教验我们是放在中间键里面的 就是通过教验一些 这个注册的时候啊 创建微博的时候 一些格式对吧 以及我们还有登录教验 就是有一些API 有些认定 我们需要登录的时候 我们要做个登录教验 这是教验 然后再往下业务逻辑 Controller业务逻辑 就是ROOS里面的 所有的不管Vue还是API 它都不能直接去 透过这个Controller 去访问其他的东西 访问后面的东西 它要经过Controller来处理 Controller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业务逻辑 业务逻辑是什么 这个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在做 创建微博的时候 创建微博之后 我们还要分析 它的App的一些用户 对吧 然后分析到App的用户之后 我们要建立App的关系 这个地方就是 要统一的一个业务逻辑 所以说路由只管分发 它所做的工作就可以了 然后业务逻辑里面 是对业务的一个处理 然后处理完之后呢 它要访问Catch 或者访问Service来去做 对吧 最后呢 它要一个统一的发挥格式 就是我们之前代码中 写的那个Success Model 和Error Model 这两个东西 同一的发挥格式 然后到Catch里面呢 就是公共信息 我们要缓存一下 就是Catch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的广场页 我们要Catch一下 然后Catch一下 然后所有的人都访问 这样的话 就可以提高这个性能 对吧 Catch用的是Redis 包括我们这个地方 单独物件证这个地方 用的也是Redis 就把Session放在Redis里面去 好 然后再往下 Service就是数据处理 对吧 然后数据处理呢 一般是Controller去提供服务 或者Catch提供服务的 这个地方就是 不会就是增加改查 对吧 然后格式化 就是我们的数据 弄回来之后 它可能是比较原始的数据 需要格式化之后 才能输出 原始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At用户里面 那个At用户里面 数据库存储的 就是一个严格的数据 那我们要进入格式化之后 把它格式成一个链接 再输出对吧 所以说格式化 也放在这个Service里面来做 好 再往下是DB 就是数据库层面 数据库层面的时候 我们是用SafeLights 来去封装了 这个MySafeLights的操作 比如说定义模型 封装操作 等等这些 就是最后讲到这个日志 日志呢 我们代码中是用Consoled 或ConsoledArrow去写 但是实际记录呢 我们是通过PMR来记录的 及通过Enix来记录的 所以说日志这块呢 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模块 也是我们最后讲的一个模块 然后就把它放到这儿来 总体呢 就这是我们整个这个ConsoledArrow 实现微博这个系统 一个整个的基础方案 一个回顾 好 这也是我们的整个 这个数据表的回顾 然后像微博表 用户表 然后用户关系表 和AtRelation 就是这个At关系表 以及我们当时讲的 这个这么多的 这个外言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一直说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表虽然有四个 但是它的复杂度 绝对是比较高的 绝对是比较高的 就是表的数量 和这个设计的这个复杂度上 它并没有很相当关的关系 所以别看我们的表比较少 但是它的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也是比较难理解的 需要大家关键的精力 去理解它 OK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所做的这个功能吧 功能 我们看这个页面和路由 就能看出来 像我们做的这个注册 登录 首页 歌连主页 艾次页 广场页 设置页 错误页和404的页面 这是我们所做的页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功能 这里面的前段EGS组件 像发布组件 然后包括列表 将来更多个人信息 粉丝列表 关注人列表 这是它的组件 以及我们这个EGS里面 我们的统一的 Header和Footer 对吧 这块呢 是我们EGS里面的 这个需要掌握的内容 然后这也是API 可能用户里面呢 登录的API 注册的API 同时注册还需要一个 用户名事故存在的API 然后设置里面 我们要设置用户信息 图片上传 对吧 然后修改密码 推出登录 然后微博里面 像创建微博 图片上传 加载更多 然后个人主件 加载更多 关注取消关注 然后广场页 加载更多 以及Ads页 创建微博 然后图片上传 加载更多 这些是我们需要的API 那恢复的三个图 我们做的工作 其实还是很多的 做了很多的功能 做了很多的EGS的 页面和组件 然后还做了很多的API 对吧 然后这是我们所有的功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详细看一下 我们所谓的这个 追加实践 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什么东西